我們再談談這隻941 你也真的很喜歡 Peggy May 也很喜歡 她有少少貨的 49元 她說可以多少錢在家住呢 其實我是喜歡941 就是這樣說 有時炒股票找到都很灰 想不到要喜歡到941的情況 你想想以往我完全不會看941 有什麼好炒的炒 941來到我來說 那些悶人渣 但現在事實上炒股票就是這樣 你要選擇一些穩穩陣陣 能見度高 安全度高 正正就是941有這個特點 你49元買了 你說幾千再加 我會覺得可能你下回52元 或者51元 我覺得不用心急 既然你有貨在手 我就不建議你強行去高追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有沒有玩期權 我真的喜歡用期權去做操作 就做short put lock 然後可能我做那些49元接貨 48元接貨 變成我就不用會混合貴貨 你說跌下來 我就可以48元49元買到 接不到的 我又有期權金收 我覺得應對這類高息股 用期權就最好了 所以 看看觀眾如果有玩開的都可以參考一下 還有電光合 它本身持貨有941元 當然是跟你買 是嗎 它說現價再買728元又怎樣看呢 728元我也喜歡的 728元 現價來買現在多少厘米 都是11厘米的 我也覺得不差 當然你想一下 是不是將這麼多錢放進電信股 我想這個你要想 你問我 我就寧願放在那裡 我想728元和941 試大買一隻就夠了 都是那個概念而已 就是派息好 guarantee派息 然後回貴 喜股股東 有機會buy back 就是那類的東西 有機會分拆云 變成了 我又覺得無謂說 要強行分兩邊買 當然你說 我真的很想買的時候 你不如試試將941元的錢移出來 買728元 我想 用一個固定的 一個LumSum for 電信股是OK的 就無謂說 特別加這麼多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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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